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菲利普亲王开车和另一辆汽车发生了车祸 索性没有受伤 不过也引发了银法族开车风险的讨论 黑色休旅反复在路边 车头严重回损 这台车的驾驶竟然是英国的菲利普亲王 是的 97年龄菲利普 英国的英国的皇帝 在英国的皇帝 但有点好奇 有点好奇 这个97年龄皇帝 不疼的 路边草地留有大量玻璃碎片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高龄97岁的菲利普亲王 周四在诺福克郡 和另一台车发生擦撞 亲王驾驶的休旅车翻覆 目击民众赶快把他拉出车外 没想到亲王竟然毫发无伤 只是惊吓过度全身发抖 不过这一撞 也撞出高龄长辈的驾驶安全问题 很多人继续转 在年轻的车祸 但平常的影响 可以让车祸更难 视力 听力和反应 随着年纪增长逐渐退化 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但应该就此禁止 银法族开车吗 专家提出建议 除了准备好自身所需物品之外 年长者可以选择尽量在白天开车 或是别在天气状况不好时出门 都能大幅降低意外发生几率 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尽情享受 行动自由又安全的乐龄生活 大爱新闻 黄金银编译 全球人口增加 预估在2050年会达到100亿人 因此有37名科学家 推出了一份可以拯救地球的菜单 能够让所有人吃得健康 也可避免对环境造成的负担 菜单建议要大量增加 蔬菜水果以及豆类的摄取量 环保餐就地球 想要吃的健康 餐桌上食物要如何选择 现代人外食 重盐重油 大鱼大肉的饮食习惯 不仅危害身体健康 还加重地球负担 全球37名科学家 就花了两年时间 参考16个国家的饮食习惯 研究出一份救救地球菜单 目标拯救2050年 世界100亿人的健康 并减少对环境伤害 希望改善地球环境 必须做出点牺牲 减少荤食 蔬菜 水果 豆类和坚果的分量提升一倍 而因不同地区会有不同情况 像北美的民众 豆类数量要提升六倍 欧洲民众坚果则要提升十五倍 从坚果和豆类中摄取蛋白质 研究指出全球农业占地近百分之四十 温室气体排放百分之三十 土地改为生产食物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最关键因素 畜牧业更是造成碳排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如果落实这项菜单 预计每年将可以拯救一千一百万人 不但可以改善饮食习惯不良 引发相关疾病 更避免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 冲击更多无辜民众的性命 大爱新闻扬情编译 如何发挥爱的影响力 它可以收拾一盏明灯 此地志工赖丰美在台中民权联络处 带出了一般固定的福田志工 固定每周六清晨来打扫还有读书会 让不适次的年长志工不止扫地也扫新地 还有人说一定要紧紧地黏它 黏得紧紧地 到底赖丰美做此季有什么魅力 有一批志工周六早上固定约会 到民权联络处做福田 此季志工赖丰美会准备点心 让大家清洁打扫之后坐下来吃早餐 最特别的是还接着开读书会 为一群老菩萨分享正眼上人智慧法语 导读的黄永东深受赖丰美影响 赖丰美自迁不会讲话 但他实作的身形就是最好典范 几乎百分之百 每一个孙下孙下孙下都会说 带丰美世界你这个很幸福 他说他很能带人很能照顾人 还有法亲在往生之前 牵交代万祖父丁宁女儿跟紧他 我也有特别教会说 要把丰美世界揪着 所以也很感恩 十几年来丰美世界的陪伴和照顾 发心力愿的初衷是因为921 看到受灾户的苦痛 看见上人的悲心 我就发怀那种人说 我一定要再来募心募款 人间来募心募款 人间菩萨到这身 和这一块翻转人生猛 二十年赖丰美不曾退转 以成福人 以爱领导 带出这个福田大家庭 让大家欢喜做慈祭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简红海 刘昭玲 吕宜萱 台中报道 好 提到了明权禁思堂 它是慈祭在全球的第一座禁思堂 因此被誉为慈祭之业的 KiGi2 在台中分会搬前后 它变身成为慈祭台中文史馆 旧法新知现在更多了年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回来了 明权禁思堂是慈祭KiGi2 当年慈祭在克难中成立 旧苦祭品为先 无暇顾及会所布置 明权禁思堂大厅37道品一贴 就是20多年 直到最近才更换 当时我们是临时 在民国81年的时候 我们临时把它这个 37祭道品放进来 但是我们现在是成立 台中慈祭文史馆 所以我们以目前 我们最主要的静思法卖 旧会所原有空间 成立慈祭台中文史馆 动线设计很有巧思 无障碍空间变成法滑坡道 处处都能无声说法 穿得不错哦 这些静思语它是一直在动的 我们会把它改变 随时就是一句一句 我们当然就是 因为空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都是会分季 分时间来把它更换 陈慈莹曾在海外营队提供 微笑咖啡 因回响热烈再度成为人气热点 回到我们的家带着微笑 天天要笑笑的开心 所以咖啡无限畅饮 希望大家喝杯好咖啡 转个好心情 迎接上人回到KiGi Tzu 民权静思堂一片喜气洋洋 洋溢过年新春气息 大爱新闻李亚萍李月威 台中报道 再看看这个是屏中之父 他选择付出 此次照顾户 赖先生 妻子脑出血住在安养中心 他自己也因为社户陷疾病 开刀休养四个月 虽然经济 身体都不好 他却省着零用钱 不用 每周还固定两天 到环保站复出 八十岁的赖先生 每周两天做环保 我真认真啊 自己这样 点点地来 点点地做 做环保 谈天说地 心情格外轻松 他去年开刀孤单无助时 感受到来自慈激志工的关怀 病好了就赶紧来环保站报道 赖先生经济状况不佳 子女各自在外生活 妻子因病住在安养中心 赖先生经济状况不佳 抱着希望妻子总有好转的一天 他感恩慈激志工一路帮助 平常省吃俭用 存竹痛 比较重要就当时去纷飞 看得到我就说师姐 麻烦你给他拿罐 我就说好了 还要继续 付出一点心力 为家人执福 也为他人造福 答案新闻官 林外光辉台中报道 在后过头看看 正言上人 行脚台中民权金斯堂 主持岁末祝福 提及了921当年 上人坐镇民权金斯堂 指挥救灾 一晃眼将满20年 上人再次提及 莫忘921 岁末祝福 人品典范赖丰美 上台分享心情 受政难年 发生921大地震 全心投入救灾 因为上人悲心 她发愿广招人间菩萨 这么多年来 除了自己情根福田 广腰亲朋好友加入 我一路我就是都用 感恩尊重爱 我来保援这 这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些受情 辞成 委员 我们慈祭的法清 给予我 满满的爱与温暖 我会传承这一份 大爱的精神 921汇聚爱的能量 当年正眼上人在民权静思堂 指挥调度救灾 爱心啊 菩萨呢 从地涌出 四方八达 南北呢 慈祭人啊 都集合在 来到台 大宗布林 为何当我们这个地方的菩萨 就开始展开了 腐位 慈祭人深入苦难腐位 安心也安生 自求众生得安 得离苦 不为自己求安了 那样的菩萨 付出了 无所求 正眼上人 一再提及 莫忘921 也要持续人间菩萨 爱的大招生 大爱新闻 黄子林六学信 台中报道 好 这是爱的家庭 岁莫祝福 六百多位慈祭志工 入京葬演绎 透过用心设计 突破小空间限制 展现同心一致 其中呢 志工陈明琦 省素娟夫妻党 带着高龄的父母亲 岳父 还有妹妹 一家都是慈禁人 六人齐心 入京葬 京葬演绎用心设计 动作其一 道气庄严 演绎队伍中 慈禧之工陈明琦 与妻子沈树娟 带着高龄91岁的父亲 88岁的母亲 还有86岁的岳父 以及妹妹 一同参与 一家都是慈禧人 非常高兴 非常感动 爸爸妈妈就是 一直负责我们 做知己 一家人都是同师同志 同行 对 跟着上人走 就没错了 秉持着上人的理念 我们要用感恩的心 做事 更要以爱人的心 做人 民权敬思堂 岁目祝福 众人横迟出心 发心力愿 祝贝何进入社区 师父伴人共福源 文法三法清清净 弘扬尽是无量地 我需要你们 慈祭需要你们 未来常常求求 延续下去 都需要你们 爱的能量 从出发的那一念心开始 但愿人人 莫忘出发心 上人期许大家 用心耕福田 菩萨道上继续精进 大爱新闻 张国丹国记忠 台中报道 莫忘出发心 莫忘921 来看看这个故事 屏东磁地志工 戴敦人20年前921时 记录希望工程 援建过程 20年后 他也70岁了 走路得用拐杖 但是仍然坚持 回学校 做20年的周年记录 这已经是一份使命 实际的戴思国报 从一个大力 这是20年前 921慈继志工戴敦人 负责记录被震垮的 露骨国小 当时有企业捐出玩具 安抚孩童的心 戴敦人意外被Q上台 当年壮年的他 如今70岁了 走路还多了拐杖 搬桌椅 搬桌子 搬椅子 搬进去 尽管行动不怎么方便 但他仍坚持记录满 20周年的921 是想要把以前认识的校长 主任还有 跟现在的信息 能不能把它连接起来 当年我在那边拍 我比较不会访问 这样晓得说要找连接访问 我们每一个人的速度 都要保持适当的 莫拉克风灾也满十周年 当初天天跑山林带爱园区的 真善美志工陈亚萍 回忆历历在目 用这个方法可以订小孩子来 来克服也是一个好方法 所以现在十年后 我是真的很想再回去看看 这些当年在骑独轮车的小孩 让这个社会的温度 让大家的爱 透过这样的过程 能够把它收集起来 针对921级88风灾 慈济基金会文史处 亲来老师替全台 真善美志工上课 让他们用更深入的采访 回顾历史 并继续留下记录 大爱情报 天心王焦中 高雄报导 让困难家庭过好年 慈济东霖发放 在全台各地陆续展开 而之前的准备过程 志工细心张罗 今年最大不同 就是一张物资卡 印证了东霖发放历史的碎变 带你看看在澎湖 志工打包的用心 米果 红枣打包近代 还有小朋友也来帮忙 欢乐啊 它就是很喜欢做 它只是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活动啊 感觉它就是要做一份 很爱心的工作 澎湖东霖物资打包 在净思堂内进行 有别于以往大包小包 今年就是净思资料 装进这么小小红色一袋 不是爱心缩水 而是首次改用物资卡 我们上人的意思是 他是希望我们使用科学化 科技化的东西 以往我们都有牙刷牙膏 毛巾啊 还有什么很多的物资啊 那可是这些物资不见得 是适合每一户 那如果我们用物资卡的话 他可以去采买他最需要的东西 更贴近照顾户的生活需要 也让发放更有效率 把握多出来的时间 结更多善缘 这样子我们反而有时间 跟他们互动 因为平常因为他们如果说 发放那一天来的话 会为了拿领物资啊 大包小包其实他也很累 我们也要帮忙 其实说有时间去跟他们互动 就减少很多了 虽然东西少了 但动作一样俐落 每一代都是人间最美的祝福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邓宝珠 澎湖报道 好 最美的祝福 把爱找回来 也把志工全爱回来 海外孙母祝福 带你看看马来西亚 马六甲 近600位慈敌志工 几乎人人都带着 准备好久的蜥蜴 来大团圆 捧着主统回娘家 570位慈敌马六甲志工 欢喜回家庆团圆 我们要把爱找回来 把我们的志工全部爱回来 就是团结 就是力量 今天我们的心情 来到这边好像很happy 每一份符会红包 蕴含着正言上人的心意 志工以感恩心出席 雪莫祝福增加凝聚力 大家的凝聚不要停留在今天 而是未来的每一个活动 都可以看到大家 菩萨的身影 在马六甲分会 现场更有小朋友 还有年轻的志工 献上康乃馨 感恩资深长者志工 默默为慈敌付出 今天真的很温宪 能够看到大家 像一家人样子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 能够延续下去 那些老菩萨 把感动要化为行动 志工前程发愿 新的一年会更精进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 综合报道 另外这么一张小小的收据 在山东慈季岁目祝福 感恩会活动感动了好多人 这是一位慈季照顾户捐助 他从农村乞讨到林仪 而卖花是他谋生的最后尊严 志工的关怀 让他翻转手心 一天存一块钱 真的是小钱行大善 山东临仪 岁末祝福感恩会上 志工秀出照顾户张红亮 捐赠的收据 翻转手心 在现场他的心灵最富有 不想拖累姐姐 他从农村一路乞讨到城市来 靠着卖花勉强糊口 此一志工前来探访 也补助他的生活费用 该怎么回报 一天捐出一块钱是他能做的事 在青岛坐在轮椅上的流利 享用歌声表达感恩 他一首胆恩的心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们昨晚 享用的天堂 谈笑则是代替无法前来的父亲 宋读感恩信 只要我们内心足够强大 足够坚强 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山东慈祭人分别在林仪 以及青岛举办两场 岁莫感恩祝福会 除了照顾户的分享 志工也演艺惊丧 传达笑道 来参与的民众 则是带着猪筒回娘家 为了帮猪平衡的人 投一块钱 就一块硬帝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都会启动 自己内心的一个善念 在新的一年 因善而相聚 彼此祝福 外头的天气寒冷 里头的心却是暖乎乎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山东综合报道 此季在海内外 很多的词季历史足迹 都是靠真善美志工 他们所拍摄 所记录下来的 而这流史 其实也包括了词季家谱 尤其是立下典范的早期志工 在花莲金次金社法师 以及花莲词院的医护人员 就逐户拜访 很感恩 一路上他们陪着上个这样子 一路走过来 才有今天我们看得到的 所有的四大八法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努力 看到他们 那我们更要努力 这次金社法师 送上了禁思雨春联 符会红包以及竹筒 在岁末时刻 祝福年长的法卿 更感恩他们一路以来的护持 而花莲词金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 也特别关怀长者的身体状况 给予他们完善的医疗规划 台湾科技领先全球 看看这个是台师大和科技公司合作 研发了一款世界上最小的中端AI晶片 只有0.7乘0.7公分 它的功能是可以进行影像识别 可以套用在各种的3C产品上 举例来说装在冰箱它就能够辨别 要如何调节湿度和温度 在摄影机前摆放人物照片 可以全部证券的全选出来 就算用纸折住一半 再打开也只要千分之三秒 就可以完成辨别 靠的就是这片比一块钱还小的AI晶片 而这也能在生活中做实际运用 是有一个地方可能上班 这一条路是大马路 已经全部塞满了车 那边没有什么人走 那你永远是按照这样 你有一半的时间都被浪费掉 对不对 那他如果说看到那边车很少 这边很多 那他就会自动去调整 让车多走多 那另外一边已经累积多一点车的时候 或者人的时候 他再启动过来 所以他就是等于一个交通警察 台式大汉科技公司合作研发的 世界最小晶片 只有0.7乘0.7公分 用图是装在手机摄影机等终端产品上 加上特点是不用网路 才能做到最小化 而操作过程是要先放上开发板 进行反复学习 主控的CPU 主控的晶片 那我们把这个晶片放进去以后 他就能够达到AI的功能 而就可以让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产业 或是中小企业 他很快的可以提升他产品的功能 这种晶片类似辅助功能 采用傻瓜学习模组 可以不断复制 减少传统开发成本 例如和冰箱结合后 用影像判别输果 调整温度湿度 希望就是要把基础的人工智慧 都能融入生活体验 大爱宣传黄一杰登映中 台北报道 提到生活健康 糖化血色素是糖尿病患者 用来监测血糖浓度的重要指标 而国卫院最新研究发现 它还能反映身体的功能衰退情况 成为老化的预警指标之一 意思是如果这个浓度偏高 身体功能发生障碍的可能性 每年会增加1.21倍 只是其中的基转和关联性 国卫院还在研究阶段 体检抽血检测糖化血色素浓度 是多数糖尿病患者的日常 糖化血色素就是血液中的 葡萄糖进入红血球 与血色素相结合 可以反映2到3个月的血糖平均值 而现在国卫院最新研究发现 还能反映身体功能的衰退率 偏高就是发炎 会有全身性的发炎 伴随一个全身性的发炎 会导致一些骨骼肌肉的变化 是这样子 包括肌肉本身的蛋白质的合成 还有它的分解的一个部分 糖化血色素对于身体老化预警的标准值 是5.5%到6.0% 研究显示如果浓度来到7% 代表偏高身体功能发生障碍的可能性 每年增加1.21倍 而如果是5.5% 对身体老化预警来说 则是偏低的数字 伴随血液中含有高量的发炎物质 可溶性白细胞借素6受体时 同样也会增加老化素率 发炎反应会糖化血色素偏低 但是有很多血红素有问题的病人 其实糖化血色素也会偏低 比如说你有球性红血球病变的人 像有瘧疾的病人 目前糖化血色素浓度偏高或偏低 都会影响衰老速度的原因 国务院还在研究其中的激转 建议民众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辈出现血糖方面的问题 应尽早就医防范健康风险 大海新闻 杨韵慈 叶宜玲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一台的观众 五间新闻到此播报 暂时高一顿落 带一台的观众 请继续锁定午餐会连线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台午餐会还是年味十足 再过半个多月就要过年了 而在此季各个据点 其实已经飘扬年味 人气很旺 因为包括了岁木祝福 以及东令发放围炉 都陆续圆满或者是即将展开 接下来请新闻部志工组组长 陈湘飞告诉我们 除了新闻报道之外 更多的温暖故事以及历史回溯 湘飞请说 是的 主播 在岁木年中时呢 全球的慈祭之工 最忙碌的就是两件事情了 一件事情呢 就是社区岁木祝福 主要是感恩社区居民 在这一年来的护持 而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跟照顾户的 围如东令发放活动了 而要说起 我们的东令发放活动 要从这张照片说起 当时是花莲的 第一次的慈祭的东令发放活动 而我们的照顾户 每个人手上呢 都有一件毛毯 而东令发放的由来 就是从毛毯来说起了 当时一位师姐 蔡秀梅师姐 因为听闻正言上人呢 在台东修行时呢 只能够盖破棉被 所以呢 他在领到联中奖金之后 就到棉被店 去买了一打的毛毯 要送到镜丝金社 给上人跟常驻师傅 只有师傅们 他们想到了更多哦 他们觉得 应该把这个温暖 送给我们的照顾户 所以不单是有毛毯 还搭上了食用油 以及大米 而且还准备了 一整桌丰富的年菜 邀请大家一起来过个好 提前过个好年 一起来围炉 提前来围炉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就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现在 每一年在过年前 我们的慈禧之工 都会跟我们的照顾户 一同来围炉 过好年 大家吃得心暖 胃也暖 而同时 除此之外 在今年在台湾呢 就有将近48场的 这个东令发放围炉的活动 要跟23000户的照顾户 一起来围炉 那在活动中 除了有准备好吃的之外 但也有热闹的活动 比如说财神爷啦 五龙五世啊 让大家欢欢喜喜 而整备的物资呢 也是非常的扎实哦 都是这样一大包 然后整整齐齐 里头有10到12项 有吃的 用的 穿的 都有 但也就是因为太沉重了 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呢 改发物资卡 让照顾户呢 可以自己到这个商店呢 去兑换他们所需要的物资 也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那除了物质上面的之外 当然心灵上面的关怀 跟祝福更是少不了 但每一年的最后 大家都会一起来举心灯 为哪年做一个祈福 同时还会领到福会红包 而这个福会红包 是我们正言上的著作所得 以及常助师福呢 他们自力更生的所得 转为会 转为福 来送给大家 而每一年的设计都不太一样 今年呢 在板朝园区 我们的曼师福呢 就跟大家解释了 我们今年福会红包的特色 我们来看以下这段报道 这样后边有一句 尚人送给我们的祝福语 就是净思语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 现代社会 真的是筋动啊 然后快步调节奏很快 所以往往我们需要 这个伐水来洗涤我们的内心 所以伐水来解开我们的心结 然后安抚我们 很不安的情绪 看一下我们右手边 有三粒的这个稻谷 这个三粒的切到正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开始来收行 收行的这个次第 这个过程就是要对 性晚行开始 一直收一直收 慢慢收 就收到我们居然说的 三无漏学 就是界定会的改变 是的 除了这个福惠红包之外 在我们的慈祭的社区道场 也到处都可以看到 非常可爱的猪宝宝的布置 非常的有年味 因为过年嘛 所以我们的社区道场 也有做一些精心 而且用心的布置 希望大家能够来感受到 过年的一个热闹的氛围 那除了这个猪宝宝之外呢 在板朝园区 我们还用这个猪造型的气球 来引领这个民众 来参加我们的岁末祝福 非常的可爱 另外呢 在现场也是我们的乐林学堂 以及社交中心的一个成果展现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红豆暖暖包呢 就是由我们的长者 用袜子做成的 然后要义卖 尊助我们的国际赠灾 然后另外呢 在现场也有很多DIY的制作 让来参加的民众呢 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 过年的用品 然后也非常的应景 非常的欢喜 每个社区都有每个社区的特色 但是呢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环保回收再利用 你可以看到吗 这个竹筒岁月 它是由回收的轮胎所做成的 叫竹筒一道路 轮胎就会滚动 发出这个非常悦耳的声音 非常的有巧思 而且很创意 而且很有趣 而另外呢 在双合的禁四堂前面 大家都会看到这个水利方的 这个装置 这水利方呢 是由1000支的宝特瓶 所制作而成的 每个宝特瓶 都是我们的环保志工 回收之后清洗 然后再把它堆结而成 然后晚上时透过灯光 会发出非常漂亮的灯 非常美丽的光线 非常的引人注目 而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双 在这个心态凝落处的 脸花心灯 大家注意到了吗 它也是用宝特瓶做成的 而且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使用了 它透过灯泡 它可以呈现非常 非常庄严的氛围 让大家感受到这个 宝特瓶的好用的一个 也可以呈现不一样的风格 那除了这个宝特瓶之外 还有这个海龟 是用回收纸做成的 它在花年的金丝糖 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 可是你看到没 它吃的是塑胶袋 结果这个小志工一看到 非常的震惊 它平常就是吃蔬菜 吃水果的小书桶了 就想不到它最喜欢的乌龟 竟然是海龟 竟然吃的是塑胶袋 对它来说是照 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也是一个环保教育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那除了这些布置之外 社区的人品典半 也是大家期待的 除了它的影片 还有它的分享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桃园的 这位老菩萨 许晨秀 她已经70岁了 身高就150公分 但是她每天推着150公斤的回收物 来来回回走三公里 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 还有什么样的坚持 让她能够这样子越走越欢喜 越走越健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报道 桃园就是要拖 不关系 这才桃园这里对我 怎样拯责 没什么效果 对我 我要出门 他就要出门 好 这样好 我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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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里的路途不算远 走起来也不太累 如果一年360天都在走 并且持续了二十几年 可就不容易了 但是许晨秀做到了 这一群环保志工 忘了年龄 忘了时间 心心念念 只想帮师父救地球 如果没有多少钱 我们就想说 真好 想人去帮助一些人 对啦 我们如果聚母 我们就想说 想人减十年 以大碟的收据 一整本的感谢状 就是最好的见证 我说我喜欢 我都会去 只要钉的架子 我都会去 风雨不足啦 怕命没问题就遇到 没有事去救就救了 他靠着一双脚 每天来来回回 走在同一条路上 衣服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而这坚定的脚步 却是他枯干了泪水 所换来的 我先生他走了 经过七年 我大女后又走 去吃小鸟 吃鸟 去扎到 小鸟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所以说我说 有话没在说 有口没在说 就是这样 有不得说 是不是这样 走到这样 许晨秀每天努力做环保 原以为日子从此可以过得清安自在 不料无常再次来敲门 第三校生 如果进城四五年前走去 出城会弄到 想说我们政府的困境之后 想说环保快做快做 心就会更清 更开 一台湾没在说 说不太想也是骗人的 对吧 想说我们今天 怎么会遇到这种 两个小孩都把我们 离我们 做人去 我就听师傅开始说 人像风吹一样 他说 如果是改去的时候 你就把他背给他去 不要把他摆掉 就会这样 如果说每天都坐着 师傅说那位 让我这样 心清 心放开 真的 那时候就不知道要怎么 在这里 鸡層在这里 好 欢迎喔 那 可以说的 那小生多久都小生得到 对啊 我现在真正是上人的 那个 地主啊 正式的 真感恩师傅 玩外玩喔 是的 主播再过半个月 就要过年了 不知道主播 有没有什么样的 新春计划呢 好的 谢谢湘飞的 连线报道 其实对我们 新闻从业人员来说的话 是没有所谓的 过年这两个字 尤其我们不是看 红字就说吗 尤其过年九天 或许对部分的 工作人员来说 这九天好遥远 因为大概只能看 但你却吃不到 那对我来说 就是提早的返乡探亲 也提早的返回工作岗位了 这个是大概过年的规划 都是如此 那湘飞呢 你过年听说很忙 我刚好有一段假期 所以我就计划去花莲走一趟 回到我们的金丝金社 去看看过年的时候 欢乐的氛围 那其实可以建议观众 可以到临近的这个社区的 这个瓷激道场 在新春期间也都有开放 那也都有很多非常好玩的活动 以及非常美丽的装置 还有非常有巧思在里头 所以大家也许可以在过年的时候 去临近的社区道场 去走一走看看 跟瓷激人聊聊瓷激室 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跟新的欢喜 好吧 以上就是现场 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好的 谢谢湘飞的联系报道 的确是个好建议 其实不是过年 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都可以到我们的据点来走一走 感受到这爱的年味 至于看看 在海外的新加坡岁木祝福 也是有特别规划的 今年是特别设计了一间模拟小屋 让民众能够真实体验 关怀照顾户的情景 不只是视觉 闻起来 听起来 都能生利其境 更能感同身受 志工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说 要找前行大善 那我们的这些上款 都去了哪里呢 模拟瓷激志工 仿视照顾户的情景 让民众有机会 亲手交上物资 对小前行大善的概念 更深刻 我本身是原理想一点 所以就是一个第一步 它出来的 可以自己也尝试一下 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好啊 他们基本上有些 连船都没有 都睡在地上 可以想象到 可能一进去的那一个感受 那种味道 一开始我相信 志工们并非马上可以适应的 蛮感动的 我们就是想让惠众有机会 走进这样子的一个岸角 让他们亲身的去体验 也希望可以营造真实感 所以我们这边有准备 这个风油 让人家会用到的 然后还有那个衣服的那个霉味 所以好像这些 我们就会采集 就是去收集 比较旧的衣服 然后都有一些味道的 你可以闻一闻 除了访式体验 展区内还有真实故事分享 图文配上物品 引导民众回到当时的情景 感动更深 行动的脚步也会更快 当然新闻新加坡 综合报道 也是走得快 高雄市爱国国小游群 学生自愿成为卫生小兼兵 每星期至少两天 牺牲午休时间 组队巡视校园 或许你好奇 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午休中心想起 当所有学生趴在桌上五岁时 去而行学生 他们拿起了清扫工具 展开爱笑行动 好来 那前面的呢 五年级的 那六年级他后面的呢 好来 那我们就准备出请 OK 五六年级接下来 大概有22 23位学生 他们会去帮我寻试 校园有没有积水容器 然后还有一组是要帮我寻 整栋校园的那个 洗手台 学生自愿当起卫生小职工 看到积水容器立刻清除 积水地面也会马上拖地瀝干 这样可以让学校更好 然后更干净 所以你做得怎么样 做得任务也很快乐很开心 有的则是拿起夹子水桶 仔细巡视校园 把地上垃圾一一捡起来 有的是以洗衣粉泡水倒入水沟 改变水质清除并没闻自身缘 为学校服务很开心 然后也可以让学校整洁 这样每天来学校的时候 上课看到很整洁都很开心 可以照顾一下这里的环境 毕竟这里是大家共用的场所 透过他们团结合作的方式 可以达到共好以及互动合作 最后可以让他们可以自主行动的 为自己的未来的学习做负责 这样志愿不务的清洁工作 每星期至少两天 看到学校环境卫生越来越好 即使没有报酬的付出 学生乐在其中培养志工精神 大约新闻学员林道明 高雄报道 治疗圣洁十一届的新趋势 是一种透过软室输尿管径的治疗方式 没有伤口清除率高 更没有年龄和疾病的限制 一次就可以完成治疗 而术后的不适感也减少很多 61岁黄女士近三个月来 时常这样搓揉腰间 因为生活中总是伴随酸痛感 子中节都在腰涮酸酸 又会痛一下 你姿势不对的话 好像你就会磨到石头 双侧都有结石 右边是一个两公分的石头 左边有三颗石头 先前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帮他采用一个 大家最常用的体外震波碎石的方式 不过那次的效果并不好 体外震波碎石术治疗后没有伤口 因此也成为患者首选方式 但清除率只有七到八成 另一种是筋疲穿肾取食手术 效率高 但需要在腰侧开一公分切口 风险也比较高 而且两者都不适用于 凝血功能异常的患者 因此医师建议 如果肾结石大小在两公分以下 可以使用软式输尿管境治疗 用一个大概约莫一公尺长的一个 会转弯的一个软境 那从患者的这个尿道 进到膀胱 经过输尿管 一直进到肾脏里面 然后采用镭射的方式 将石头在肾脏里面直接打碎 然后让它自然排出 这项方法完全没有伤口 清除率也高达九成 更没有疾病和年龄限制 同时如果双侧肾脏都有多颗结石 还能一次清除 但目前没有健保脊腹 建议患者想避免复发 还是要多喝水多运动 并少喝茶和咖啡 大约新闻理体健宽 台北报道 赶紧收看这一节 大约五件新闻 也祝您平安盛心 我们再会